很多明星在利益的驱使下玩起了假唱,这是对观众的一种不尊重行为,但俗话说群众眼睛是雪亮的,许多明星被当场揭穿,尴尬至极。 杨幂在香港宣传自己的新电影时,现场演唱电影主题曲,当唱到最后时音响出现故障中断,而现场声音却一直都在。 原来杨幂是对口琴唱的,当时气氛有些尴尬,杨幂有点小脸红,大张伟受腰上春晚演唱一首《贝尔爽》,大家都质疑他有假唱嫌疑,他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就是假唱,并说,大家不要从这个角度理解问题,要以全国播出标准来看待春晚。 这首歌曲大家看着开心就够了,大鼎鼎这个假唱就比较明显了,在元宵晚会上,现场音乐响起时,他一脸投入的在唱歌,突然发现话筒拿反了,迅速把话筒倒过来接着唱,他自己都尴尬的笑了,最佳影后非他莫属,弹红算是乐坛资深歌手了, 也是坚定的反假唱人士,然而在演唱《天怒》时,话筒还没到嘴边,歌已经唱了。